加文, 有沒有聽過塔巴塔? 其實是甚麼來的運動, 還是可以吃的? 我知道, 你不知道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是可以吃的 但又聽說是運動, 它是否很辣的運動 以及會否很大掙扎 大不大掙扎, 我就不知道 不如我們請Alicia出來試試吧 好 你好… Alicia, 歡迎你 Alicia, 其實甚麼是塔巴塔? 以及為甚麼會叫塔巴塔? 塔巴塔這個運動其實是源自於日本 是一個叫塔巴塔的教授發明 所以就因應它的名字來命名 那塔巴塔跟HIT有甚麼分別? 大家都有聽過HIT, 即高強度的間歧式訓練 是高強度的間歧式訓練 其實塔巴塔也是HIT的其中一種 不過平時做HIT, 通常人們建議 會做起碼15分鐘, 即15分鐘至半小時 可能是做30秒, 休息30秒 或者做40秒, 休息20秒 時間可以提升呢 但如果我們是塔巴塔的話 它是接著一個方式 就是做20秒、休息10秒 再請八個動作 即整組運動就是45分鐘 其實很辛苦 那樣應是更厲害的抽屜 你會把越高強度的HIT então, sna tesla 你看到你自己喜歡甚麼 雖然是辛苦點 但時間還是短點 較的, 都可以達到這個角度 同樣是我知道的 其實Tabata跟HIRT 游泳、跑步、踩單車那些 相比起來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我會覺得比較適合都市人 因為方便,你想想 四分鐘就可以做到這個燒脂的效果 平時如果我們跑步的話 可能有人會推薦我們慢跑 跑半個小時 對,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對,半個小時 起碼是九個字 是 HIRT也說起碼做十五分鐘 但Tabata四分鐘就達到同樣效果 四分鐘是等於人們跑了半個小時 這樣還沒等於跑步 但比起碼是會短很多 我們在做Tabata當中 有什麼要注意呢 Tabata大家都要注意 最主要是做的時候 姿勢要正確 否則就會很容易受傷 以及因應自己的身體狀況 如果受傷或有什麼救援 都要注意 但Tabata是否會分為初階 進階和高階版 沒錯,因為剛才也說過 Tabata是八個動作 但其實這八個動作是很穩定的 你可以選擇很高強度的 跳到你喘氣的也可以 但如果初學者選擇輕輕一點的也可以 我今天準備了給大家的 我會說是高階級,三至高階級 五至高階級 高階級 三至高階級,五是高階級 五至十 但也好像很厲害 我們現在是中間的 因為有幾個動作是可以調校的 可以加一點東西 就可以變得高強度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印象自己的身體狀況 Tabata有否規定有多少個動作 一套就是八個動作 一定是八個 對,但如果你想做久一點 就不一定只做Tabata 只可以做四分鐘 即是無論你是高階還是初階 你都需要四分鐘 一套就是四分鐘 但你可以做兩套,可以做五套 對,要有時間 你可以做十套,做十分鐘 那你需要先做一個溫度嗎 跟平常的運動一樣 都需要做一個溫度 但因為我今天和大家計劃的 我將溫度放在四分鐘內 所以我們可以一邊溫度的時候 一邊做這個做法 好,我們開始了 開始了,準備好了嗎 對 第一個動作是做一個 cardio 來溫度我們整個人 很簡單,踏踢踝開合手 我想大家都做過了 1、2、3,對 我們會做20秒 是 20秒完結後,我們就休息10秒 是 然後下一個動作是Side Step Squat 就像平常… 我都看見有做健康做過心中的 對 是 要不要緊,我們把腳踏下 然後隔一步 是 是 再起 下 一步 一步 是 再起 對了,如果大家覺得 這個很輕鬆的話 可以加困難一點 還可以加困難嗎 就是,蹦下 過去… 是 跳 1、2、跳 這個要做多少次? 做20秒 20秒是瘋狂的嗎? 如果只有兩個,能做到兩下 那倒是可以計算 但是… 10秒一步,有沒有這麼難呢? 但是因為它是高強度的鍛鍊 所以待會我們真的做的時候 就盡用我們的能力去推動 有這麼快,做這麼快 才能達到小指的效果 不然你做了兩下,你會虧了 當然是 對 好 我們到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 我們在你的面膜上做 是 它叫做一個靈活動 我們分開兩邊做 我待會會教時間 每邊10秒 首先是一個平板的動作 是 我們先用右手 1、2、3、4 翻起來 1、2 如果女生的手未必夠力 可以跪下來做 我應該要這樣,你呢? 你要選誰 我當然要做整個直身 對,我們做完一邊 然後我們會用這邊手起 再做10秒 那這個動作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呢? 留意跟平板一樣 你會看到身體是1、2、3 直線的 好的 如果跪下來的時候也是 屁股不要咬了 是 不要隔起來了 明白 我們的肩膀很緊 是 這個第三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 我們站起來 做一個 Standing Up Swift 手放在頭上 是 之後 右邊的手肘 摘到左邊膝頭 1、2 1、2 盡快的一盡量 是 做完這個之後 我們又回到那邊膝頭 是 做一個山上 是 都是直手的平板 很快的 1、2、3 是 5 6 所以當中 所有都沒有所謂多少下 都用量力以為就可以了 總之20秒裡面進做 是的 Tabata其實它的意思是 希望你在那20秒裡面 將自己的肌膜推向上 好 接著我們就做第六個動作 第六個動作都是去連腿的 我們就會用左右腳輪流做 一個前腿, 搭向前 是 然後儘量用腳踏的力, 推向後 然後左邊 好, 右腳原路左腳 是的 然後就是20秒 瘋狂的搭 沒錯 有這麼快, 搭這麼快 之後第七個動作就是做Push Up Push Up應該不用解釋 是 兩個都會做的 對, 女生也可以跪腳地這樣做 明白 然後最後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會分開左右腳 躺在Yoga Mask上 首先我們把右腳提起 是 1、2、3 做10秒 然後另一邊 做另一隻腳 對 這樣就完成了我們八個動作 看得到腸了 對 是否看得到腸了 看得到腸了 很害怕 好, 大家準備好了嗎 對 好, 我們現在開始了 準備好了嗎 然後開始 是嗎 第一個開合手 對 同手同腳, 是嗎 沒錯, 開手開腳 然後合手合腳 對, 其實平時如果大家做的話 可以在網上平台 你這樣搜尋 Tabata音樂 它就會有些音樂幫你 就是你會20秒 然後就10秒 他10秒就會20秒 對, 你跟隨他的音樂就會… 我們現在說一下 休息了… 好, 休息了 好… 這裡休息多久 然後排一個, 還有3秒 然後就是… 很快 對, 完全沒有休息 對, 好像沒有休息 對, 現在開始做了 準備好了, 開始 是 就是起床 沒錯 那呼吸需要怎樣配合呢 上的時候呼氣 對, 其實做大部分的運動 都是你用力的時候呼氣 我感覺到好像要呼吸得很快 還有3秒 還有我們的速度 是否要越快越好 對 好, 可以休息了 然後下一個動作 我們可以在地圖上準備 我們就是做Dynamic Plank 就是手壓起那個 好 先用右手 我這些就是低級板 可以跪下來 準備好, 開始 好, 是不是這樣嗎 是, 對 其實10秒真的好像沒有休息 對, 我其實現在都喘氣 其實那10秒 只是讓你準備下一個動作 好, 我們可以轉手了 另一邊 另一邊 對, 用另一邊撐起來 好… 這邊我好像比較弱 現在… Karwini的肩膀可以再拉緊一點 拉緊肩膀 對, 可以休息了 休息完之後 我們的下一個動作 就是我們的膀手推好 好, 這樣 好, 我們又可以開始 好 1, 2 1, 2 對, 1, 2 快的… 這是訓練哪個部位 其實這是用來幫我們修覆的 所以我的腹腹是否要跌直 對, 按它 其實做的時候… 你其實是正在做一個站起來的… 我的手要這樣放在後面嗎 放在後面, 晴力的腹腹 這個可以再大一點 對 而且我要扭到多少 是否手肘碰到膝蓋 沒錯,我們可以休息了 然後準備下一個 就是做山崩潰 好的 要跑那個 山崩潰 準備好了, 開始 是這樣嗎? 沒錯 但很快, 我就像跑步一樣 這樣嗎? 對… 但我的屁股要不要高嗎? 可以低一點 低一點嗎? 對… 跳舞 跳舞 3、2、1 還有沒有? 有點散散 我們還有幾個 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 1、2、1 我們還有1秒, 好, 開始 1、2 手可以放在前面, 平衡自己嗎? 其實手來說, 你自己舒服就可以了 但留意我們的腳 是用腳枕來引起自己 而且要落得多低, 是否90度 還是要落得多? 差不多 儘量90度 但膝蓋不要過腳枕 好的 而且留意下降的時候… 我們休息了 留意下降的時候 如果上來, 膝蓋不要放 儘量直上 我覺得我的膝蓋有點痛 因為如果放的話, 會很容易受伸 下一個我們就做動作 動作 對了, 女生也可以… 動作就行了, 是嗎? 動作 不是, 動作是平板 動作是掌上壓 對, 但你可以跪失 因為女生始終… Garren很厲害, 她可以不跪失 不行的 準備好嗎? 開始 對 對 我會否要跌高一點, 屁股 如果不夠力, 你可以整個屁股 跌起它 好 跌起… 對 然後只跌身 對 我怎樣了? 我沒怕 還有五秒 你們吐雞了幾秒 三、二、二、一 好, 我們最後一個動作 都是留在膝蓋上 就是一隻腳跌起那個 對 每邊十秒而已 我們先跌起右腳 這個可以做比賽 跟別人一起鬥快 我覺得… 準備, 開始 是不是這樣了? 我們先跌起一隻腳 對 這樣? 好 這個其實要用甚麼位置 屁股 屁股夾緊 用屁股的肌肉 把自己抬上去 我們可以轉腳 然後用力那一刻 我感覺到我的屁股正在燃燃 沒錯 這隻腳可以保持直 我們只用屁股 好… 好 結束了 太好了 我覺得反而做這個 沒有那麼大壓力 你不用做十下 而且很快就完成 感覺會比較舒服 謝謝你 謝謝你, Lacey 大家都要留意 做運動的時候 因應自己的身體狀況 有甚麼疑問 就記得尋找專業人士的意見 看菜吃飯 Margaret師傅, 今天做些甚麼 今天我們要做一個早午餐的 兩面黃煎薯餅 這個兩面黃, 我想起這個煎麵 對, 全洲那種 對 Margaret師傅我覺得沒問題 不過我擔心有永浩 兩面黃煎, 兩面黑, 全焦了 會吧, 我現在進步了很多 Margaret師傅, 放心教給我 何以見德, 你進步了 待會兒看看 對, 我想先吃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吃兩面黃 對 這張煎麵很好吃 但煎薯餅真的很多人都很喜歡吃 對 其實我們瑞士式是叫Rossi 如果美式是叫Hashbrun 其實都會同樣 我們要把乾蔥放進去 乾蔥, 我不是生放進去 是 我只是將它輕輕炒一炒 是 炒的時候, 你就不會辣 而且, 包你的乾蔥味一定會出來 是 我們把乾蔥蓉放進去 就先把它炒一炒 對 炒到後, 之後你不會辣 軟身就已經可以了 另外, 當然是早餐有煙肉 這邊很肥 一定要有肥的 豬仔很多時候配煙肉 對, 因為真的比較香 煙肉可能很多人會買一些瘦一點 我自己不喜歡 因為太瘦, 其實沒有香味 這真的絕配, 沒辦法 這個稍後我們把薯仔拌勻 可以嗎?永浩你? 不錯, 挺香 好, 接著到薯仔這方面 我先把薯仔拌勻 師傅, 你浸泡的時候 有用什麼水泡嗎? 沒關係, 水和水, 讓它不要變黑 不用加鹽 不用… 因為要加鹽 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薯仔 最重要的竅門是千萬不要洗澡 因為你沒有澱粉汁 就散光了 沒錯 所以有些人會說 我煎薯餅, 煎極也不行 但如果洗澡後, 再加麵粉呢? 不可以嗎? 沒那麼好 好, 裡面可能要加很多麵粉 才可以把它拌勻 所以在這種情況 我們用天然的澱粉汁就算了 是嗎? 好, 我們先調整這麼多 好, 接著還有一個步驟要做 先麻煩嘉嘉拿出玻璃包給我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看看 有水 對, 有那麼乾就渣得那麼乾 我都很多 有很多水 不是, 色色真的是黃色 對, 搞定, 永浩你 可以了, 今天合格 果然真的是 很棒… 永浩 好, 我們可以把這個 已經炒得很漂亮的乾蔥蓉 加進去 加一點點 對, 加進去 對, 加一點金黃 又有香味, 又沒有焦燉 真的, 不能撐住 好, 接著剛才的煙肉 加進去 對, 加進去 對, 這些真是… 雖然我也知道 大家有時候對煙藥有點避忌 但真的吸引力… 又愛又恨 對 對著它又愛又恨 沒錯 真的很討厭 我們加一點鹽去調味, 好嗎 好, 接著可以加一點黑胡椒 讓它更香 通常這個步驟會不會又拌牛油 其實不需要 有些人喜歡就加蛋黃 蛋黃了, 不要算蛋黃 因為你有蛋白的話 就變成… 水溫和蛋白煮完後就變硬了 好 我們將它拌勻 就可以拿去煎 煎了 再加一點點, 好嗎 不要太少油 起碼兩至三湯匙 因為它會吸收, 是嗎 因為太不夠油 待會煎得不夠金黃 把這個薯絲放進去 先做一個, 是嗎 對, 先做一個 我以為你會把餅拿起來 變成一個餅 不用… 先放進去 然後在裡面搓起來 對, 我們可以將它… 在裡面 推鬆它 先放進去, 鋪平均一點才厚薄 但是如果我用那隻鑊不太小 我應該鋪得多厚 沒所謂, 隨你喜歡 或者你可以拿圓圈的煎 幫幫來吸收 但我很喜歡… 因為這樣如果太緊 旁邊不要一些 灑出來的, 特別焦點的 對, 像是蘿蟲菜 所以我也可以用它 對… 特意讓它飛出來 對… 我們還有一件要做的 還是要把它壓緊 因為如果你完全不壓 它太鬆散 待會它真的會散光 現在你看到全部都是白色的 是 待會當它開始慢慢掃 我開始半透明的 那時候就看到應該差不多 然後我們才裝一裝 再試試是否反動 不行的話, 別硬來 可以再煎一點 好, 我可以煎, 又交給你 你看著, 不用理會它 對, 看著就行了 今天做牛油果醬 塗上這個薯餅 首先買的時候, 買的比較深色 按下去輕輕, 會軟軟軟 但太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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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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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然後我們可以嘗試把它打開 好, 接著如果它熟的話 其實你應該一扭就可以了 好, 今天也真的可以 安樂一點, 先休息一下 對… 我們接下來要怎樣拿出來 就可以輕輕輕拿下去 一扭, 它就會掉出來 好嗎? 好 接著我們可以先把它割一割 方便一會兒可以容易 你一壓, 它就已經變成蓉 是 可以用匙羹, 把它一搓 就可以把牛油果, 果肉都搓出來了 基本上你可以用來做小吃 蘸餅的粟米片 自然的粟米片已經非常好吃 這裡有些乾蔥蓉 這個不用煮了? 這個不用炒了, 對 就放進去 或者放些紅洋蔥或洋蔥碎也可以 然後拌的時候, 我順便壓一下 就可以把牛油果壓溶 有些咬口才有口感 對… 你才好吃 你看, 已經變成蓉了 對, 很快, 它夠熟的話 你真的… 你看著那邊有… 有… 開始有一點… 你忘記了嗎? 所以其實我有看 我看到它很投入 看著這個牛油果醬的豉油 那我一邊怎樣呢? 應該還不行 眼尾有勺 是, 現在可以放一點鹽 少許鹽 我們也放一些糖 好嗎? 調一下味 然後放一些黑胡椒碎 有時候會加一些蕃茄, 是嗎? 蕃茄, 旁邊… 旁邊另外分開, 做一個蕃茄沙沙 那個另外分開, 不要拌下去 因為你拌下去的話, 會出水 我們通常會放一些青檸汁 有些喜歡吃辣的朋友 就可以放一些自天椒碎 也會更惹味 但它會不會變色? 會的, 牛油果很容易變成啡色 所以我們剛才那些牛油果 我不想 那用來做什麼呢? 就把它們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你放半天, 它也不會變黑 這麼可愛? 對 看看這個薯餅 好, 就可以嘗試, 先鬆一鬆 大家是不是想要這一種? 對, 就是旁邊的那種 對, 那些最脆最好吃 現在有點黏著 怎麼辦? 先燒熱那種黃 燒紅那種黃 夠熱 也不要太紅, 但要熱的 真的要夠熱 然後放足夠的油 其實你放進去, 基本上它不會黏 是否成功, 看看這個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就是永浩的精力牆 就是… 是怎樣? 是嗎? 都是兩面一黃一黑 兩面黑, 你們出現 不過這個, 你看我翻了第二面之後 我再加一點油 因為你一定要夠油 然後我們最好就是把它拌一拌 其實我們正常, 如果不是做得太厚 你兩邊煎到慢火, 煎到金黃 它夠熟 但是當然有些朋友喜歡比較厚 如果那些情況, 你要煎完之後 然後放進去 要不然中間有機會, 它不夠熟 好 我們看看另一邊, 應該差不多了 這蛋不熟 是啊, 應該也… 漂亮 差很遠, 這個真是… 至少有一個單面黃也不錯 是…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 先吸油 好, 早餐豐富一點 欠個蛋 好, 這裡 我們來炒滑蛋 滑蛋也沒有 對, 把它發一下 其實最重要是雞蛋 反而不要發得太厲害 我們也放少許鹽 稍微調味, 丁丁鹽, 夠了 大概這裡, 今天三個蛋 都是一湯匙左右 這樣也不是算多 不算多 鑊要夠熱 好, 然後我們馬上倒進去 倒進去後, 立即把它弄勻 可以關火了 關火 對, 關火了 滑蛋, 真的是 對, 因為那個鑊很熱 你的餘溫已經足夠把蛋炒熟了 現在是不是已經漂亮了, 對吧 對, 因為沒有發暈 對 有漸變的顏色 沒錯, 有漸變的顏色 很漂亮 而且現在感覺到很有彈性 對, 很鬆的感覺 趁熱, 趁熱把它組合 好 先用這個單麵王 其實那邊也很香, 很好吃 對 我們可以把牛油果醬 很棒 放在表面 然後把滑蛋放在表面 對, 放在表面 這個已經非常豐富的早午餐 就完成了 ヽ ノ 很美味 但是我的好朋友 現在你的好朋友 讓我看到 你是否興奮的 我要宣 Soc 我喜歡的供應 我喜歡不要泡蛋 我喜歡的 現在很辣 對 沒理由是熱的, 沒辣 就是用餅做得很熱 對 因為你的薯餅令它熱了 剛好暖, 剛好 還有蛋真的很好吃 是嗎 很有質感 是牛粒粒的 我現在學會了, 不要發得那麼均勻 不要發得那麼均勻, 調兩下就好了 還有牛油果, 因為你不是打硬了 我還吃到果肉粒粒的 對 整個口感好多 對 而且你的薯餅的味道調得很好 因為有煙肉的香味 對 最重要是你煎得好 對, 沒錯 沒錯, 但是蛋真的可以 下次我真的要嘗嘗這樣做 對… 很快的蛋 真棒, 很棒 很快的, 謝謝… 謝謝… 如果臉出現斑, 女生最擔心 因為要白又要滑, 你沒有這些問題嗎 年輕人的不怕雀斑 年紀再大一點, 不是這麼說, 害怕的 你害怕是老人斑嗎? 害怕 不過你有聽過肢日性覺化嗎? 有聽過男人居多的 這是什麼?皮膚問題?腦化問題? 害怕嗎? 害怕嗎? 害怕吧? 不用害怕 今天我們衰老症癒系列 就說這個問題了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來皮膚科專科醫生 陳上希醫生跟我們討論一下 歡迎你, 陳醫生 你好, 請坐… 你好… 請坐… 嘉莉你好, 次文你好… 你好… 不如先說一下這個名字 肢日性覺化, 小聽點是什麼? 肢日性覺化有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老人斑 首先說什麼叫肢日性覺化 為什麼有這樣的名字 肢日性其實是形容它的腫瘤表面 好像有一層油脂的鋪在上面 亮亮亮的 而覺化症是說皮膚最表面的細胞 就叫做覺質細胞 首先我們先看這個模型 我們皮膚主要有兩層 表層就是表皮層 另外下面就是真皮層 表皮層最外面那層 我們就叫做覺質細胞 其實這個病就是覺質細胞的增生 就是紫色那顆? 紫色那顆, 對 你的腫瘤是怎麼出現的? 對, 在覺質細胞增生而成為一個腫塊 腫塊, 好 你這樣說好像是一個老人的專利 是不是越老就會越生越多? 我要知道除了老人家之外 不是一定要很老的年紀都可以生 我要知道如果年紀超過三十歲 三十歲打後, 你還沒想到 三十歲 不要再說, 我也超過了 三十歲打後就可以生 還有這隻病是非常普遍的 普遍到原來我們知道 年紀超過六十歲以後 有九成的人可以生肢性覺化 男人是比較多的 好, 成因是甚麼呢? 為甚麼會有呢? 我知道瘋狀性覺化症 大部分都跟皮膚老化有關 除了老化之外, 遺傳因素也很重要 如果父母有瘋狀性覺化 子女生瘋狀性覺化的機會也大增 另外我們發現有問題 皮膚裡面的DNA有異變 有基因突變成分 還有, 如果皮膚受過曬傷 曬傷過, 生肢性覺化的機會也大增 還有, 如果生過皮鹽 皮膚發過鹽, 也會多些生肢性覺化 還有就是皮膚的節位 下膠底和鼻腩位 也會多些生肢性覺化 還有一隻斑, 就叫做太陽斑 也會有部分演變成肢性覺化症 是, 跟吃東西有沒有關係呢 跟吃東西, 幸好是沒有關係 不是說你吃得肥膩的東西多 就容易生肢性覺化 其實呢, 知道肢日性覺化 是在身體的哪一個地方 容易出來的 我們知道, 陽光照常常多的地方 譬如我們的臉、頸 就會多一些生肢性覺化症 還有我們的手背 身體的軀礦、 胸口、 背部 也會多一些生肢性覺化症 但是, 關不關我們 所以, 清潔得不好的事 會不會我們洗臉也不乾淨 洗澡也不乾淨, 就會多一些 其實不是的, 跟衛生沒有關係 成癮也是, 好像剛才所說的 就是跟腦化有關 我們經常有時會有雀斑 有時會默 有些有機會皮膚癌 跟肢性覺化比較 這幾樣東西有甚麼不同 要怎樣分辨 首先, 我要先認識肢性覺化的特徵 如果從病的角度來講 如果初初生一、兩顆肢性覺化 是可以沒有症狀的 但是, 如果肢性越來越大 就可以癢、發炎 有時, 穿衣服困損 可以再發炎流血 我們醫生做檢查 發現肢性覺化通常是凸起的 摸上去可以粗糙的 而它的表面有一類肢性覺化 是比較光滑的 有一類是, 剛才所說的粗糙的 表面好像有一樣 大小也有很多樣化 小顆的可以數毫米 大顆的數毫米都有 數目都可以數十顆 而顏色又可以淺色 又可以皮膚顏色 黑色都有 當然, 如果它發炎 就會紅腫痛 肢性覺化真的可以跟其他東西 去到撈亂 例如, 剛才所說的 雀斑 雀斑 雀斑, 你留意 通常生的人的年紀比較小 青少年就可以生 而它的分布比較對稱 在我們的臉珠燈 兩邊臉珠, 在鼻子上不生 因為是由陽光照射引起的 但是它怎樣分呢 就是雀斑通常是1至3mm 比較碎細的 在兩邊臉下 而且是平的 不會突出來的 對, 來到分雀斑和知識性覺化 另外就是蜜 蜜, 大家都有很多生 它分布比較隨意 哪裏都可以生蜜 而且蜜的顏色是比較實 深一點 而且筋是比較深的 而知識性覺化是比較表淺的 來到分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影響我們的皮膚癌 對 不是, 皮膚癌都會跟知識性覺化混亂 我們主要說有兩種很容易跟知識性覺化混亂的皮膚癌 第一種就是基底細胞皮膚癌 第二種就是黑色素柳皮膚癌 首先我們先說基底細胞皮膚癌 通常的特徵就是潰爛的 損了 如果你面上有些傷口不好 滲水、滲血、結膠、周而復始 你就要想會不會是生了基底細胞皮膚癌 中間是潰爛 但是旁邊很有趣 旁邊的邊界是很光滑的 這就是基底細胞皮膚癌的特徵 第二種皮膚癌可以跟知識性覺化混亂 就是黑色素柳皮膚癌 黑色素柳皮膚癌其實像一粒很大粒的蜜 或者脂 但是它是很噁心的 噁心的意思是它又不規則 顏色又多樣化 邊界又癌殘 但是最好也不要自己亂猜 如果你懷疑皮膚癌這些危險的病 就盡快看醫生 但是會不會穿蚊曬蚊曬蚊 就變成老人蚊 损蚊曬蚊自己指教物 會不會演變成知識性覺化 但是通常你生� cheese的人 灑得多 灑得多 有另外一種斑就會形成 就叫做太陽斑 在太陽斑上面 真的可以演變成為知識性覺化症 好了 那我們平時是不是應該要更多 去留意一下自己的皊 就是會不會突然加兒突出 或者有很多 所以嘉莉你說對 通常如果你更多 請多些皊 而你更多 也会增加知识性角化 如果斑表面开始比较粗鞋凸起 你就要围体是否生了知识性角化症 但如果斑一到你觉得 它好像变了角化 会不会生得很快的速度 可以生得很快 当然有几个月 生到几十个都有 如果短时间之内突然发现 爆发性的很多知识性角化 你要留意 就看看会不会患上一种 叫做身体内部的肿瘤 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胃腺癌 但其实这些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绝大部分的知识性角化 都是良性的 不如说一下治疗的方法 好吗 好 治疗的方法 主要有四类的方法 第一类就是冷冻疗法 我们用液态疼 我今次带了液态疼的噴管 就是冻它 冻它,对了 负靈下二八度的液态疼 来冰它 那便会脱掉了 那便会脱掉了 但这个方法要留意 如果对于比较薄身的知识性角化 这个方法也有效 但这个比较厚身的 一整个知识性角化 冷冻疗法未必第一次 可以滲到根部 通常要做几次 所以就衍生了第二个方法 对于比较大粒的知识性角化 我们可以考虑电灼怪随述 首先我们就用麻醉针 麻醉了皮肤表面 然后就用我们特别的刮刀 刮了它 不单止的 还有根部 我们就要用手术的高频电刀 就触碰底部 这样就完成了 连根也拔起了 连根也拔起 对了 跟电灼怪随述很类似的 第三种疗法 就是二氧化碳激光 也是一种摧毁性的疗法 刚才说过 因为知识性角化 有部份跟皮肤癌混淆 所以我们有第四个方法 就是皮肤组织检查 来分辨 验清楚 它是否 是否皮肤癌 那怎么做呢 我这次就打了皮肤模型 当这粒知识性角化 我们又是做了局部麻醉 麻了不同之后 这次我们又用刀 真的是一把钢刀 这样切下去 好像切一个蛋糕 整块切出来 提取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基本上连根拔起 然后这块 就拿去提出眉镜化验 那切了一个洞洞 不单止 我们就要关上它 连针 有一条大概一寸长的疤痕 这样就可以分辨到 它是否皮肤癌 但是你开始都说 其实大部份都是良性的 这样 我觉得自己可以的 我不管它 那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如果你的数目少 又没有症状 不影响你 真的可以不用理它 但如果数目 又上下大 和每一粒越来越大 会有症状 会有不舒服的 是 可以是症状 痛 发炎 有时候大部份上下 穿着衣服拉扯到 那真的很不舒服 对 痛 如果不舒服 就可以考虑清除它 第一 第二 如果它生在面上 很丑怪 尤其是长借 很影响外观和自信心 也可以考虑清除它 第三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生了大量的 有症状性角化 当你有99粒症状性角化 生了 第一百粒 通常你以为它都是症状性角化 但很可能第一百粒 就是皮肤癌 皮肤癌混入了 鱼目混入症状性角化 这就是大件事了 分钟错过了我们的治疗黄金期 所以如果有大量生的 脂状性角化 也是一个问题 怎样跟皮肤癌有时会混淆了 因为它的外观有时 就很容易拌乱 尤其是刚才所说 有两类 就是肌底細胞皮肤癌 和黑色素脆皮肤癌 有时它们的外貌很难分 这样就要 就是它拌在中间 是的 看不到它 是的 就错过了 错过了 那初头很早除奇 那我就打斑就可以了 是吗 会不会好一点 如果在很早期的治疗性角化 它不是那么大粒 有时打斑的激光 都可以去除掉 是吗 那有没有那些药可以塗呢 譬如药早点 在觉得很早期 若有点点药的时候 就已经塗了会不会好一点 暂时没有外途的药 就很有效地 对付初期的治疗性角化 通常都是用刚才那些办法 例如冷冻 电触怪障术 激光 甚至乎皮肤活动绩检查 请先生 是不是一次过 就可以做完所有的清理 那就视乎有几多粒 脂性角化 如果譬如你超过100粒 还有分布很广泛 由头到脚都生 那未必一次过都可以清理 因为通常对付这么大量 素末的脂性角化 我们就用塗麻醉膏的方法 去做麻醉 因为想想你几十粒 不可能用麻醉针来打 不然会打得抹风打 所以是塗麻醉油膏 但是麻醉油膏有上限的 如果你一次过塗大量 吸收了很多麻醉油膏 就过量了 对身体不好 有时我们对付大量的角化 就真的可能要分开几次手术 就每次做一部分 这样就比较安全 那我就女士太美了 那我想问一下 有电挂 刚才又说有激光 或者有个冷冻 哪一种康复得最好 就是若康复得最快 又不通又最方便 你觉得 幸好性角化 是属于皮肤比较表浅的皮肤问题 所以就刚才所说的 那几个方法 都不会触及到我们的真皮层 变成疏口有疤痕的组织 其实是比较小的 如果你疏口 大概等两三个月 基本上疤痕的疤痕都相当好 就是康复期就两三个月左右 两三个月左右 手术之后的护理方面 有什么要注意呢 疏口的护理都很简单 当你做完电掣挂除疏 最初的伤口有点滲水滲血 只要每天洗伤口 在家里洗就可以了 用消毒药水 免免棉花球来洗 如果伤口比较大 我们就要塗沙布 避免細菌感染的机会 如果伤口在面上 就不要晒太多了 因为怕太阳子外 才会增加色素沉淀的机会 另外要戒口 就不要喝生鱼汤 因为生鱼里面有 可以令我们的小食 会使我们伤口发育麻 伏法的机会是大不大? 肢业性割化 造成手术 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清除 也很少伏法 但是小部分都有机会 复发 因为肢业性割化 是皮肤老挡问题 你连雨增长 会有机会再复发 好,今天謝謝陳醫生 謝謝陳醫生 如果大家有疑問 可以請教專業人士或醫生的意見 想和朋友聚會 不用去高級餐廳 在家裡和朋友煮飯 挺放鬆的 對,吞治下廚不僅可以讓朋友 看到我現良熟德的一面 還可以多點時間談心 當然,要請客,不可以失禮 今天要向我們的大廚嘉賓 就是偷客師,學做現下才 我們有請Ken,好嗎? 好 Ken哥,你好… Ken哥,平時你想現下才 你覺得哪一方面最重要呢? 最主要比較簡單 還有夠這麼多人吃 是… 要夠吃 不簡單,要夠吃 你說得好就很簡單 不是,還有不要太複雜 就是你不想等待那麼久,是不是? 是… 但是你自己這樣煮 其實你煮這麼多美宿 現在拿捏是最難的 你有沒有一些提示可以給我呢? 有時其實可以… 如果你是宴下菜 你多朋友來 可以將… 幾道菜才可以招呼 自己大體 有時可能… 有時可能要做一些沙律 或是一些凍盤 或是一些熱湯 之前有準備 做好了 就像這些… 我們現在做的牛小排 我們是一組會定的 它已經本身軟了 我們翻熱就可以了 可能有些牛排 我們就立即煎 立即去焗 有焗爐 可能之前有壽司 然後有冷盤 是,全部都是買的 然後湯也煮好了 甜品也煮好了 甜品 其實煎過扒也行 是,煮菜扒 今天煮什麼扒? 今天我們煮牛小排 用這個龍蝦撿背 好,Kingo 第一個步驟是怎樣的 我們把牛小排放進去 醃製 很大塊 為什麼這麼大? 平時的沒有這麼大塊 牛小排正常都是差不多 這些大塊 是嗎? 對… 牛小排是牛的哪個部位? 我吃的,因為我那些是… 牛小排是腩的 看見它的紋油脂分泊很漂亮 對… 就這樣加點鹽就可以了嗎? 胡椒要不要? 胡椒我不建議 因為我們接著會煎 我們煎多數不會加胡椒 因為我們這次有很濃的龍蝦湯 不想遮蓋龍蝦味 是,那就立即煎了嗎? 需要醃一會嗎? 我們醃半小時 讓鹽可以醃到那個肉 對 好,你呢? 現在先煎嗎? 對,我們煎了 這麼輕就要夠大 那要加多少油? 千萬不要太多油 本身牛小排本身已經… 這個油份很熟 對… 現在正在用大火的 但可以凍攀下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只是想煎香 開始你看到有色… 即是開始炸炸的聲音 可以慢慢攪拌 熟悉 因為我們煎香的油 其實就等於我們平時吃的牛油 待會會很香 因為牛小排 如果買的牛小排 都是這個大小的 你說一個人這麼大塊 真厲害 現在要煎多成熟 不用,基本上… 煎香就可以了 我待會煮熟的時候 是用龍蝦汁去揉 揉它 是整塊揉,是嗎? 對… 那待會就熟了,是嗎? 對…熟了 因為我們三個小時後 一定會熟了 這些筋腱吃起來很硬 很韌 對…但如果揉的效果出來 是很好吃的 應該差不多了 我們把這些切完就可以了 好,我們先放在旁邊,是嗎? 是 好 現在怎樣? 我們要切些什麼 我們首先切洋蔥 是 這個牛小排會煮三個小時 洋蔥就不要切得太小粒 是… 用其他蔥就好了嗎? 切一塊 可以的 蒜也要拍一拍 對,拍一拍 剛才我們有些油 是,那天輕一點 可以用一點炒 不用太多 是 對 熟了的洋蔥真的很好吃 對 還有西餐很多時候都是用這些配料 對,西餐 像洋蔥、紅蘿蔔 紅蘿蔔 這些… 對… 炒完之後,這個不要了 可以用洋蔥不要嗎? 對… 你不要?這麼浪費? 我們只是用它的味道 但我們想吃 我們只是用它的味道 輕輕炒香就可以了 我們加上弄龍蝦湯 是 Ken,如果買現成的龍蝦湯 或者龍蝦汁可以嗎? 可以… 但我覺得自己做的效果不太好 當然 我們會用牛油籽 像在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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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為何要這樣?為何不用蓋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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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是會用這個方法 對 要剛好預好他的尺寸 對 對… 為甚麼? 因為我們會會把洞蓋了 讓它可以泡起 和上江頭 如果用那樣蓋子 可能有時候會… 也會太過… 你的摺法也換來這是… 對 上 plant 首先我們送中心點 對 用中心點 ici 剛好,可以把頭要蓋上蓋 石子會不會太過激稻嗎? 石子就是… 我們較少蓋石子 多數有自己 因為石子擔心有什麼事 可能有時候會進入食物 我的意思是有些碎的 但牛油脂的機會會比較低 安全一點 我沒試過這樣 我沒試過這樣, 看著這個… 我們就… 我直接封鎖在上面 對… 那就算吸蓋了 對 但你會看到有些… 我們剪了一個洞, 讓它透氣 現在它的狀態是等於一個蓋子 現在滾了 我們現在可以關火了 關火了 大概… 等它半個小時 對, 等它半個小時 等它的餘溫去弄軟 大概六次左右 好, 那這邊正在煮的時候 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去把甘筍削皮 是… 我覺得Kengo的手法真的很西餐師傅 是… 好像挑花… 像挑花一樣 我們削完皮後, 其實就可以切割 這樣切 切割, 再切割 為什麼要切割呢 切割的尺寸會比較平均 好, 那我們切薯仔 是… 盡量尺寸都會… 跟剛才那些差不多 對… 跟剛才那些差不多 跟甘筍那些差不多 對, 差不多了 這個也要切割還是切粒呢 切粒, 對 其實沒所謂的 因為現在我們不是做快添淋 對… 其實是家族的風格 就不需要… 那樣子也不用看 對, 但也很漂亮 你這個就是用水浸嗎 還是用水浸嗎 因為如果你用水可以了 多數會馬上… 然後就會處理 如果我們燒熱了 是… 然後就加點甘筍 可以輕輕地加一點鹽 然後加點糖 為什麼要加糖呢 我想做一個有焦糖的味道 焦糖甘筍 反而相對又多 很香 但味淋的 味淋… 對, 沒那麼快 我們先上了一點顏色 是 你能否聞到一股焦糖 有, 聞到很甜 已經聞到一種甜味 再加薯仔進去 好, 原來這個甘筍要弄久一點 對, 我以為是薯仔 對, 我以為薯仔進去 放薄荷葉進去 讓它有薄荷葉的味道 是, 馬上嗅不到 回完牛小排的湯 放下去, 回這個 我看你隔一隔 你不要那些渣的 對 對, 為什麼我們分開會呢 因為大家熟的時間都不同 熟了之後 你會看到的甘筍和薯仔 好 就會變得漂亮 好像差不多了 對, 我們甘筍和薯仔都煮熟了 是 那我們先隔掉 好 你現在會聞到龍蝦湯的味道 龍蝦湯的味道 更加甜一點 而且加上甘筍 我們現在把醬汁煮再稠一點 對 那我們現在先拿牛小排上來 再加上這個 真的很軟 你看它夾上去已經感覺到那種軟 你看到那種軟的感覺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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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已經軟了 還有彈一下 你看它也不用用力 切下去那一刻就知道 你看到牛小排裡面這些都是肥的 那些紋味很漂亮 沒錯… 剛才你說本來的硬的地方叫甚麼 那個筋筋 對, 筋筋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剛才是一千塊 很喜歡吃這些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很爽, 很軟 對 現在會很軟 很軟的 如果我們煮不夠就變爽了 對… 那我們切一點薄荷葉 加薄荷葉 切碎它 對, 切碎它 記得切薄荷葉 這些要一刀一刀切 不要剁它 對, 不要剁它 是… 那我們現在可以放薄荷葉 哇, 汁收光了 再放薄荷葉 我相信會更加清香 對… 那我們現在放牛肉 我再這樣翻, 再翻炒 我們放適量的筋筋和薯仔 再加熱, 再加火 把醬汁是剛好拿著 把醬汁放上去 對… 把醬汁放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放上去 可以上碟 如果這些洋菜 就很…又容易, 又簡單 又不用太複雜 我們可以放些草去做個裝飾 很漂亮 有時候在家裡也可以做這些 簡單一點的裝飾 是… 真的很努力 如果我做得這麼漂亮 真的會大讚 在家裡請客 好, 完成了 這個就是龍蝦汁和牛小排 好, 不客氣了 很心急 對, 但我還沒刺下去 已經感覺到軟了 真的很軟 你還要切一整盤 切就已經切到 我以為我有魚肉排 你不能放進口裡 很軟軟軟 為甚麼好像融在口裡 入口融的感覺 就是它的筋位都軟軟 你會吃到那些紋理 對… 絲絲 而且剛才用龍蝦湯 我反而不覺得龍蝦 特別搶到牛的味道 牛也不會搶到龍蝦味 我覺得剛剛中和也可以 所以我這次特意做的龍蝦湯 是沒那麼濃的 有時候龍蝦湯也平衡 你不能蓋上牛肉的味道 而且你用糖煮這個 甘筍得必 對 加上薄荷葉是清的 不會覺得很濃 因為其實你想想 那個梳蝦本身都是… 其實我們英文叫梳蝦 去牛小排 其實整個餐廳都很濃 輕輕地再加薄荷葉 讓它有清新的 很濃的味道 但我有個問題 平時我炆肉或是灰肉 有時候會太軟 但也會散開 但現在你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而且它的肉還是很… 雖然說是軟 但我依然有點咬口 為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中式 就會切到細小的 它會的 我們一研究它 你見到所有的薯仔 甘筍的形態 都還是那樣 但它本身已經軟了 而且我覺得你這個 像Slow Coat這樣 就不只要放在袋子 浸在水裡 因為它是Slow了 連醬汁都會滲在肉裡面 因為如果我們用這個方法 我們又不用用慢煮炭 對… 但用普通的家庭也可以做到 而且你這個30分鐘 然後關火,30分鐘又關火 這樣節省不少… 煤氣… 煤氣那些 對… 那麼節省,下次多煮一點給我們 可以再加些甚麼進去 厲害吧 下次我們再…再想一想 謝謝你,你會做的 我不敢說我乾 謝謝… 下次再加紅乾 很好吃 下星期運動大考驗 大王做瑜伽 究竟是想改善身形 還是改善柔軟度呢 好 鬆手 是杯子 好,接著… 對,好 都做到一秒了 招仔學打棒球 到底訓練身體還是扮影? 忍者訓練 不僅要膽量和身手靈敏 還要輸得起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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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壞路正傳 教大家用飲食來對抗壞路 留意下星期的流行都市吧 對抗壞路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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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抗壞路正傳